你这辈子责任只有一个 就是照顾好自己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照顾自己 今天给大家分享照顾自己的五个层面 愿能为你的生活带来荧光 第一层是照顾好我们的身体 每天要吃好 喝好 睡好 健康饮食 适当的运动 健康长寿才是爱自己的即食 第二呢 要塑造自己的气质 外在关注自己的形象 让自己干干净净 漂亮亮的 内在可以多读书 浮有诗书 气之华 第三呢 要接纳自己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接纳自己的过去 接纳自己的出身 允许自己做自己 第四层是拥抱自己的情绪 负面情绪来了 不要驱赶它 去观察它 尝试着去理解它和它共处 你要知道呢 任何情绪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第五层是要挑战自己 超越自己 可以勇于尝试人生中的第一次 挑战自己身上的不可能 不给自己射线 在一次一次的挑战中 去突破自己 是热爱生活的高级形式 最后呢 请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全心全意 让自己快乐